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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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我們開始談的是星球的誕生 星球的誕生的話 我們整個這個學期基本上有15堂課 然後這是第二獎 第二獎主要我們上個禮拜 跟大家整個介紹這一門課 大概上課的內容 現在我們開始來講 從這個禮拜開始談一談 我們這個學期手上的第一門課 第一門課就是要談星球的誕生 那這一張投影片所顯示的是地球的歷史 那地球的歷史我們就可以從地球開始誕生之前 還有一個所謂的整個宇宙的誕生 那宇宙的誕生大概從大霹靂開始 大概一般認為大概是120億、130億年以前 有一個很致密的質量開始膨脹 爆炸、膨脹 所以我們從大霹靂開始形成所謂的整個宇宙 那這個宇宙一直要冷卻到111年左右 開始第一個星系的誕生 那星系誕生 在這個星系誕生裡面整個開始演化 演化到我們太陽系 我們地球所存在的那個恒星系統裡面的太陽系 大概從50億年前開始 然後地球形成46億年開始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要談論的就是這一個 從大霹靂到太陽系形成到地球形成的這段時間 不過我們主要強調的還是在太陽系開始形成 到現在地球形成這一段時間所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那以後看當這一門開始以後 我們就會整個進入到地球來談論什麼地球 所以這個禮拜只有唯一一個禮拜 來談論整個行星的問題 那這一張照片所顯現的就是 那個混沌之初可能的情形是怎麼樣 在整個大霹靂以後 整個宇宙充滿了各種不同的一個氣體 不同的氣體 主要的氣體還是氫跟氦 這個氫氦的氣體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就是未來 未來各個星球最主要的組成物質 然後氫 從最簡單的氫 氫我們叫它是一個質子 一個中子組合起來 然後開始核融合 核融合以後就變成氦 那氦原子 氦原子的話 就是兩個那個什麼質子 兩個中子 然後慢慢的 一直慢慢演化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核融合的過程開始形成 各種元素裡面比較重的元素 那這些重元素就開始布滿在整個宇宙 宇宙然後再慢慢的累積起來 就形成所謂的星球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張 這張圖所顯示的是在 大麥哲倫星形中的一個大質量恒星形成區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星球的形成 就是在這些所謂的充滿宇宙的太空中 充滿了這些氫氦的這些氣體 這些氣體在三號在某些原因之下 不穩定開始重力收縮 重力收縮開始形成 有一些恒星的一個誕生 而這個恒星的誕生 基本上就是我們太陽系的前身 就是類似太陽系一樣 太陽系就是在這個宇宙中無數的航星裡面 其中的一顆的一個星系 這是這張照片所顯現出來 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在其實在太空中是 主要的是充滿了很多的這些星影 所謂氫跟氦這個離子 鹽子所組成的這些星影 而這些星影慢慢的就是會形成 各種不同類型的這些星球 那太陽系的誕生剛才講的大概60億 55億 55億年前開始太陽系 從所謂的剛才裡面的星影中 去印譯誕生 那誕生我們現在太陽系裡面 包括一個太陽跟所謂的八大行星 還有無數的這些所謂的一些小遊星 或一些所謂類似隱石的石塊在裡面 那以前稱為九大行星 可是我們後面會談到 那個行星的定義 以前最外圍的那個冥王星 我們現在把它降低到類行星了 而已經不再是真正的一個行星 所以我們現在太陽系裡面 包括一個太陽外圍 有個八大行星繞著這個太陽在運轉 那基本上就剛才所談到的這些星影 星影是由組成的物質 是有92%是氫 7.8%的是氦 其他0.2%是其他很微量的一些氣體 那一些微層這些微量的氣體或是微層 主要是細酸鹽的東西 然後受到重力的影響 這些星影就開始濃縮 濃縮收縮 形成所謂的延始太陽的一個中心 那太陽的中心的話 重力的關係 外圍的這個氣體就會慢慢的 往行星的中心去累積 累積以後如果它的溫度達到某個程度以後 就開始進行所謂的核融合 然後這個形成一個炎盤狀的旋轉星影 這個我們稱為延始太陽系的星影 那在太陽系的星影裡面 這些氣體在這個重力的作用下 發生不斷的碰撞合併 合併以後就是一些 一些那個什麼 小的 小的行星就會慢慢的碰撞形成 那這個行星裡面我們分為兩大類 一個叫類地行星 一個叫類木行星 所謂的類地行星 這類地行星就是類似地球的行星 那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的地球裡面 最主要組成的物質是 這些固體的細酸原類的東西 所以類地行星裡面 主要就是那個由金屬或這些 銀石 銀石的行星所組成的 然後類木行星我們知道木星 木星的質量都比地球大滿多的 大很多 那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一個是重力的關係 它可以把附近的這些氣體 都往它裡面吸納進來 成為一個低密度高質量的一個行星 而這質量很大的話 就影響會周圍的行星的一個運行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一個 太陽系裡面以太陽為中心 八大型在外圍繞 那個木星的質量因為夠大 也會影響這些行星的運行 在所謂的一些土星跟木星之間 有一些所謂的那個什麼小行星帶 這些小行星就受到這個木星的影響 沒辦法形成一個完整的一個行星 所以常常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一個一個的這些類似引石的東西 在這個小行星帶裡面在一個硬形 如果說沒有木星的影響的話 它應該會互相碰撞 而繼承一個大顆的行星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是一大堆散落在這個地方的這些小行星 那更外面的這些氣體 就不會就可能就消散到其他的太空 外太空去了 所以就不會在這個太陽系裡面 所以太陽系的那個星銀的話 在木星形成以後就逐漸的穩定下來 而形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個面貌 就是整個太陽系的一個誕生 所以太陽系的誕生裡面 除了太陽本身之外 因為星銀的地方 其實另外一個木星 也是重要的影響 整個太陽系的一個形狀跟質量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歸納圖 這個AU就是天文單位 所以在整個太陽系裡面 我們的岩石太陽系裡面 其實還沒有太陽的一個產生 是在這個太陽系現有的這個空間裡面 是充滿了星銀 就是氫、氦等離子這些構成 剛才已經談到了 92%是氫 7.8%是氦所組成的這氣體 那 somehow在某些作用之下 因為重力 這些重力一些不穩定的擾動 讓這些那個什麼氣體濃縮 形成一個比較重的物質 那重的物質的話 就會吸納更多的外圍的這些 這些氣體往內集中 內集中以後就會開始旋轉 旋轉以後開始就 那個什麼旋轉就開始有熱的產生 熱的產生以後 就開始有核融核的一個開始 核心就開始發光發熱 產生核融核 核融核讓氫核融核成氦 然後慢慢地合成所謂的碳氧 其他在周曲表元素裡面 更重的這些元素 那這個所謂的星際的這個塵埃 開始濃縮 因為重力濃縮起來以後 就形成一個盤狀的 盤形碟狀的一個結構 那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太陽 就是太陽 或是叫做那個恒星的內部 就是延始恒星 所以我們叫Protostar 就是剛開始 Protos就是延始的 延始星球的一個形成 那這個延始星球 因為重力的關係 互相的重力擠壓 崩解發出熱量 所以產生很高的溫度 很高的溫度 這氣體在高溫的作用下 就有這噴流現象產生 那這個噴流現象 另外一個 除了噴流現象之外 這些高溫高壓的一個環境底下 很多的核融合環境就會開始 那核融合開始以後 那個什麼沒有被吸納出來的一些東西的話 就沒被那個什麼 太陽系的重力擠壓吸納進來 在外圍這些小的 這些氣團或是這些碎屑或是星塵 就互相碰撞 碰撞季節成一顆一顆的行星 所以整個太陽系就是這樣形成 有恒星的行程 也有行星的行程 而整個我們稱為太陽系形成的理論 基本上還是受重力崩塌 作用所造成的一個影響所形成的星系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畫家所畫的 在整個太空中 或是外太空中 或是太陽系還沒形成之前 的混沌之初的一個照片 看著的樣子 就是說在這個太空中 充滿了相當多的這些氣體 那剛才講過這些氣體 大概主要是以氫跟氦為主 那在中間穿插了很多的所謂的 有人稱為那個星際的塵埃 一個大使者 這些很細顆粒 其實這個細顆粒 看你什麼角度來看 以現在人類的角度來看 這些有些那個什麼 所謂星際塵埃是蠻大的 那有些是可以蠻小的 這個是所謂的想像之下 所畫出來的一張的照片 OK 那在整個星球裡面的一個形成的話 除了那個什麼 那個恒星是由氣體的重力收縮 和融合產生之外 其他的這個外圍的行星 基本上一個重要的形成的一個方式 就是互相碰撞 這些星塵的塵埃 或是這些小的類似石 岩石的這個飲食的這些顆粒 飄舞在整個 繞著太陽轉的過程中 它互相會去碰撞 那在互相碰撞的過程中 這個地球就開始慢慢的形成 或是其他的行星就慢慢的形成 所以這邊所談到的 地球是由很多的行星的物質 互相碰撞 大大小小顆的這個 類似飲食的這個行星 互相碰撞 碰撞形成以後 形成現在的太陽 那那個這邊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到 主要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些一些證據 一些證據是來自於 我們現在在太空中 在這個太陽系裡面 還存在著相當多的這些行星的物質 這是一些火星的 火星的 的月亮 你看它形狀相當不一致 那這個形狀 如果它碰撞以後 就形成一個大顆粒了 如果它顆粒更大了 就可以形成一個行星 這個是另外一個火星的一個 一個夜球叫做Phobos 這是在地球的很多的小油星裡面的一顆 叫Aros 這個是很多的那個什麼 原子行星的話 你可以看這邊的一個示意圖 告訴我們它是互相的碰撞累積 積極起來的 這是所謂的星球的增長 星球的增長 那星球增長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說 整個太陽系形成又 剛才已經談到 這太陽系形成的話它溫度相當的高 然後越往外圍的話溫度越低 然後在太陽系形成的過程中 高溫的過程中 那個慢慢的冷卻 冷卻的時候開始有一些 原來是那個什麼氣體的東西 就冷卻變成一個固體或嚴肅的物質 這個是一個曲線 這個一個曲線告訴我們 整個星際之中氣體 氣體的冷卻過程中 哪些東西會先形成 這是溫度 Temperature 這個是度K 然後這個是遠離太陽的那個什麼距離 這AU就是天文單位 距離一個太陽 地球到太陽的一個天文單位 那你可以看到 那個剛開始溫度很高的時候 然後慢慢冷卻下來 冷卻到2000度K的時候 一些金屬 金屬的岩素就開始content下來 變成一些所謂固體的物質飄舞在整個宇宙中 然後慢慢的冷卻到1000度以下的話 silicate 細酸岩 細酸岩 所謂細酸岩的話就組成岩石的主要的物質 我們稱為細酸岩 所以我們常常說細酸岩礦物 那個燥岩礦物 就是形成石頭的主要的礦物 就是這些燥岩礦物 像橄欖石 灰石 矯閃石 銀木 斜長石 甲長石跟石銀等等 這些都是細酸岩 主要是組成所謂的岩石的部分 像地球 地球的從地殼到地寒 整個絕大部分的這些物質 都是由細酸岩所構成的 然後content到這邊就冰開始形成 然後做ammonia ice這些 慢慢地遠離這個距離的話 你可以看到溫度也慢慢地降低 慢慢地降低的結果 各種不同的金屬或不同的物質 就開始變 content起來變成一個固體的東西 這是這張圖所要表達的一個意義 太陽系裡面的那個 剛才講過冷卻的過程中 嚴肅的分布完全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 我們基本上在太陽系裡面 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內行星 一個是外行星 內行星包括所謂的 地球以內的我們稱為內行星 所以包括火星、金星、地球跟火星 應該是火星跟地球以內的東西 它形成的溫度大概是1200度左右 1200度C左右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說 那個太陽在這些行星裡面 因為接近太陽相當的熱 相當的熱的話 它沒辦法捕捉或保存氫的氣態的物質 所以這些都是以固體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 基本上的核心都是鐵涅合金 然後外圍都是細酸鹽的東西 形成一個固態的行星 這些溫度固結物質的話 基本上還有很多含鐵的細酸鹽礦物 另外一個外行星就是火星以外的 包括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過去還有一個叫冥王星 不過冥王星已經降級 叫做類型星 而不再叫是行星了 這些在太陽形成的時候 主要抓到的物質都是這些氫的氣體物質 所以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主要的中星雖然可能有一些固體 可是它外圍的是很厚的這些氣體 氣體還是以氫、氦這個為主 所形成的星球 那形成的星球它基本上體積都夠大 才能把這些氣體牢牢的抓住在它這個行星裡面 這是太陽元素分裕的一個作用 內部 在這個以太陽為中心 越往外圍的這些行星 內行星的話是以固體物質為主 固體物質包括金屬的跟細酸鹽的東西 然後外圍是以氣體為主 還是以氫、氦這些元素為主 所以就有開始分層的一個現象 那這分層的我們可能是一種分層的作用 那地球元素也會有分層的作用 地前元素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地球最表層的是地殼 我們class的中間叫做地寒 大概地殼平均的厚度大概是 那個三、四十公里的一個厚度 最後雖然可以 喜馬拉雅可以達到八十幾公里 不過平均厚度大概是三、四十公里的一個 一個厚度 那從三、四十公里到2900公里的地方 我們作為地寒Mental 這個Mental不管是地殼跟地寒 基本上所組成的物質都是以細酸鹽為主 所以那重要的元素是氧、氏、鯉、鈣等元素 集中在所謂的地寒 所以這個形成的礦物 基本上就是橄欖石、灰石類的礦物為主要 其他的這些比較輕的物質就會被往上移動 往上移動到所謂的大氣層 大氣層裡面 所以大氣層裡面包含了甲烷、二氧化碳、水 還有其他氣體形成一個大氣層跟海洋 另外更重的東西就掉落到地球的核心 這個地球的核心裡面我們叫做Coal Coal主要是含鐵涅合金 那這個過程 這個地球分裂的過程其實時間很短 是1億年 那地球為什麼會有造成這個分裂作用 如果是已經固態的話 你要造成分裂作用就很難 所以一般認為地球的形成 就剛才開始談到的 它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這些 就是這些石頭飲食或是一些鐵的飲食 互相撞擊形成一個大的地球 在這個撞擊的過程中 把那個機械化碳的這些力量轉變成熱 讓熱 所以剛開始形成的星球可能就是一個什麼 整整都是一個高溫的岩漿的狀態的 或是Liquid狀態的一個星球 那Liquid狀態開始 重的東西就會往地球內部集中 輕的就浮在地球表面上 我們在以後地球的演化裡面 可能會仔細再談到這一塊 所以整個地球的 就這樣開始就有一些 所謂分裂作用的一個產生 OK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看 整個太陽系裡面最重要的組成 包括哪些部分 第一個部分太陽 當然知道我們太陽 那太陽基本上地球上所謂重要的能源來源 就是太陽 能源太陽 你可以看到那個白天跟晚上 溫度有些地方可以差到幾十度 比如在沙漠的地方 那個白天的時候溫度可以上升到四五十度 晚上可以降低到零下10到20度的一個狀態 所以整個我們在整個太陽裡面 太陽系裡面當然就是以太陽為中心 所以它是一個高溫的 高溫的一個融融 現在看起來是融融的狀態 可是基本上我們知道 它裡面所有組成的東西 是以氫氦為最主要 還是以氣體的組成為最主要 然後在所謂太陽的內部 太陽內部就是因為太高溫 所以開始進行和融合 然後把能量慢慢的輸送到表面 然後往外擴散出去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太陽 那這邊有太陽系裡面 是所謂的整個銀河系裡面 銀河系 然後銀河系再組成所謂的整個宇宙 所以我們的銀河系裡面 基本上太陽不是唯一顆的 它有上千億顆的這些恒星 所以太陽只是在整個銀河系裡面的 一個小小的一顆 然後整個銀河系 又是在整個宇宙裡面 小小的一個銀河系 所以我們的整個外太空是相當廣大 是可以讓我們很多的時間去 整個去探勘 去研究的 這個太陽是在太陽系裡面 我們這個太陽系裡面最大的星體 所以一個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恒星系統裡面 就是以一顆恒星為主要 然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恒星系統裡面 是太陽為最重要 所以99.8%的質量 在整個太陽系裡面的質量 99%集中在太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最大的行星木星 其一的基本上如果以質量而言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那目前的太陽的主要成分 你可以看到75%的質量是由氫 我們剛才前面提到 整個宇宙重要的組成的元素 卿占92% 然後太陽系才占70% 所以相對已經少了 因為整個太陽系演化 在大霹靂演化到太陽系 已經經過了 經過了6、7、11年 所以在這個6、7、11年 很多的這些所謂的恒星會被形成 然後形成以後質量夠到爆炸 所謂的變成超新星的爆炸 釋放出大量的核融合所產生的重的物質 散佈在整個宇宙中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漫長的時間裡面 這些很多的這些氫跟氦 會被核融合形成重的物質 所以重的物質隨著時間的演化 越來越多 氫的物質會相較變得越來越少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太陽的整個氫的比例 跟原始的宇宙的那個什麼 氫的比例會下降了17%的主要原因 而氦佔了25% 你可以看到整個平均的那個什麼 宇宙的話 氦的平均大概7.5 7.8左右 不到8 你看現在已經上升到25% 也就是說 在整個漫長的一個宇宙形成 大批地形成這個宇宙以後 氫氣已經核融合產生 很大量的這些氦了 那以銀子數量來看的話 氫則佔了92.1% 然後氦佔了7.8% 我剛才用質量 現在用數量的來看 那整個太陽中心的那個氫 逐漸在轉變成氦 所以太陽核心的溫度 核融合的溫度 可以造就所謂的1500萬度K 是相當高的溫度 那壓力的話是2500億的大氣壓力 這個是真的是相當高溫高壓 以目前的人類的那個什麼技術 再怎麼高敏也達不到 這樣的一個人造的這些狀態 模擬太陽系內部的一個狀態 那整個太陽系呢 它基本上自行在旋轉 這個旋轉 可是自轉的速度不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氣體 一個流體 所以它自轉的時候 它那個每個地區的自轉的速度會不一樣 那個次到大概25.4天轉一圈 然後地球是24小時就轉一圈 所以地球的日子會過得比較快 然後兩極地區就是36天 36天才轉一圈 所以這是因為太陽系不像地球是一個固體 所以固體轉動的時候 大概每個地方就會跟著轉 所以變成轉一圈就一圈 可是太陽是一個氣體 以氣體行性為主 所以它的轉動 北極跟次到就不一樣 次到比較快 兩極就相對比較慢 那這是剛才講過了 就是說整個以地球的一個profile裡面 哪個地方轉得比較快 哪個地方轉得比較慢 從地球可以看到比較紅的部分 紅的部分 就在太陽的次到部分 基本上就轉得比較快 所以次到部分大概25天 然後在那個兩極的地方 所謂太陽的兩極的地方 變成用藍色的地方 藍色的那個什麼 那個次轉的比較慢 大概35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在兩極的地方 那個轉動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一圈所需要的時間 是35天 次到轉動一圈 所需要的時間才25天 這是整個太陽的次轉的一個情形 我們知道剛才一開始談到 整個地球的能源能量來源 主要來自太陽 所以太陽要不斷的供出 供出能源來照亮整個八大行星 所以你看 這有人去算太陽輸出的功力 大概是3.86成10的23千瓦 這個能量是相當高的 所以現在開始才會有人去想到 用太陽的能源來做未來的一個什麼能源 所以你看太陽光電 太陽發電 這個現在慢慢的在蓬勃發展 那這些熱量輸出的功力 這些熱量主要來自於什麼 核融核 核融核 所以就是有些電影就介紹 未來能源之星就是核融核 不是核分裂 核分裂的話 現在的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些核電廠 都是核分裂 那核分裂會有放射性 產生放射性物質的這個遺體 而造成所謂的放射性汙染 造成人類的病變 類似11年3月11號 日本的東北地震 引發海嘯 引發福島核事件 一連串的緩應 一連串的緩應 這些所視上的核種帶有放射性 對人體危害是很大的 可是核融核基本上 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邊就一個數據 就是說每秒鐘大概有 7億公噸的氫被融合成氦 所以這個量是很大的 我們在核融合的過程中 質量會消滅 質量會消滅就類似所謂的1等mc 平方 那個愛因斯坦相對定所發現的一個 質量跟能量之間的換算換比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相當量的氫被融合成氦 那中間有一部分的質量會漏死掉 漏死掉就會產生所謂的光或熱 這光或熱是用α射線的方式來表現出來 所以能量主要的太陽表面主要的那個什麼 能量疏散的方式是用對流方式而會輻射 所謂對流的話就是液體之間的流動 而不是只是熱的一個放出 那太陽表面我們稱為一個光球 溫度大概是6000度k 差內部核融的地方 溫度差有一段的距離 那我們一般可以看到的一些黑子 就是所謂太陽表面比較低溫的地方 大概溫度可以差個2000度 大概4000度k左右 那另外一個在這個太陽的這個光 類似光球有一個博層的射球 那射球在高溫的地方 就會發出很亮的這些光線 我們稱為日緬 然後這個日緬的話 基本上在太陽的表面 就疏散出去的高度可以達到四、五百萬公里 像太空延伸數百萬公里 所以我們在太陽變成什麼 變成熱前時的時候 整個被夜球擋住 外圍這些所謂起伏 類似跳舞的或是極光跳舞的 這就是日緬 那整個太陽的一個構造 你可以看到太陽的構造內核 然後中間有個輻射層 然後一個光球層 然後中間裡面有一些對流 然後外面有一些射球的層 那所謂日緬就是在這個太陽表面 往外散出來的這些光 類似光舞 在太陽表面跳舞的狀態 這個我們稱為日緬 那所謂的太陽黑子就是 整個太陽表面比較低溫的地方 稱為太陽黑子 那這太陽黑子基本上在太陽表面是會產生對流的 然後上升的地方氣流就是底下熱的東西往上流動 所以它是很明亮的 那等到在上面比較冷 冷的時候我們知道冷的時候的狀態下密度比較大 密度大的話就會對流的方式下沉到地球的內 太陽的內部去 所以產生明亮 明亮之間的對比 然後亮的地方就是整個熱的物質上來 暗的地方就是冷的物質下去 有這種現象我們通過對流 這是一張顯示日緬的一個圖 然後日緬我們叫Corona Corona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太陽被這個所謂夜球 被夜球擋住以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光 光圍繞著這太陽本身好像在跳舞一樣 這個我們稱為日緬 這個就是日緬的現象 那太陽除了放出光跟熱之外 還會有一些所謂太陽風 那一些所謂高密度的電子流 電子或直子流 而這個太陽風常常如果有注意的話 你會常常會造成對地球廣播上的一個影響 這個速度可以每秒450公里的高速 吹向所謂的太陽系的每個角落 那時速450公里 那個速度真的是很快 那很快 那這些子子 不管是子子或是電子 它基本上帶有什麼 電荷的這個能力 帶有電荷的能力 然後我們知道我們地球有磁場 有磁極 就是從赤道發出一個磁極線 然後繞著這個地球這樣 到兩極這樣下沉下去 所以你可以就這個磁力線就可以保護地球 免於受到太陽風這種帶電的粒子 不管電子或直子的一個撞擊 可以保護整個地球上面的一個生命 所以那個什麼有所謂的太陽風 那這些沿著磁極線下來 在高緯度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色彩 跳舞的不同色彩 這個我們稱為極光的現象 所以極光的話 只有在那個什麼兩極的地方 你才可以看得到 那有些太陽風對衛星的尾巴 衛星在飛行的過程中 輕的物質會變拉成尾巴 那拉成尾巴受到太陽風的影響的話 會拉得更長或者會擺動 這些都是太陽風對衛星的影響 影響的一些現象 然後基本上太陽已經有50億的歷史 然後那個從出聲開始 一直在燃燒氫氣 所以當它這個氫氣燃燒快光了以後 會開始消耗帶進去 會進一步產生所謂的氦氣的融合 氦氣融合的話 就會開始膨脹形成洪濟星 那洪濟星在膨脹過程中 可能地球內部的這些類地行星 就會被慢慢一個一個吞納到 所謂的地球裡面去 然後最後演變成所謂行星狀星以後白矮星 然後在太空中 太空中慢慢的收縮不見掉了 就已經不再自己燃燒花光了 所以變成一個白矮星 或是成為一個黑矮星 那極光 這是極光的現象 極光的現象主要是我們那個什麼地球有磁力線 磁力線把它假設它地球有個磁場 保護著地球 然後磁力線從兩極發出來到回到兩極 然後將這些帶電的粒子進到 進到這個地球 打到地球之後 就是它沿著磁力線 磁力線在跑 然後最後在兩極的地方 會碰撞到這些氣體分子 而有花光的現象 這就是所謂的極光的現象 OK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太陽系的其他的星體 剛才講過太陽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 質量最大的一個星球 第二大的就是木星 那太陽佔整個地球的質量 百分之九十九左右 那太陽系的其他星體 依照國際天文聯合會的話 把太陽系的星體分為三大類 第一個叫做行星 第一類行星就是我們以前只有九大行星 現在變成八大行星 包括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跟海王星 過去還有一個明王星 現在明王就被降低叫做矮行星 矮行星 就是星色太陽系的天體的一個類型 那一般的行星不同的話 就是它質量不夠大 質量不夠大的話 基本上就會降低 把它變成一個矮行星 那這矮行星在我們的太陽系裡面 天體裡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古神星 就是以希臘 希臘的這些神 這些神話裡面的神來當作命名 古神星 冥王星 還有那個在幾個頁裡面 陸續公佈了一些矮行星的話 那一般這些前面十二顆會把它當作一個後顯的行星 也就是說過去過去這個國際天文學會所公佈的 可能有一些所謂 可能未來變成行星的 現在都把它降低為後顯的矮行星 因為行星跟 行星要有一定的條件 等一下會有一個表在告訴我們行星的條件 那太陽系裡面有很多的小行星體 而這些小行體是 那個什麼環繞在太陽系的一個星體 那這些星體的話結合部分分佈在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行星中間 包括所謂的小行星 海王星還有一些彗星等等這些 那這邊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把那個什麼冥王星降級 新的行星的定義 第一個它必須環繞太陽運行的星體 因為繞行的恒星運轉就是要行星 所以第一個要環繞太陽來運轉 第二個質量強度沒辦法維持 它一定質量不夠大 維持整個外型變成一個銀球狀的一個形狀 基本上如果它重力不足的話 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所以它的那個形狀會比較彎七扭八 不會那麼嚴 然後另外一個能清楚軌道所有這種的物質 也就是說它在繞著太陽 應轉過程中 它軌道的物質都會被吸納進來 變成這個什麼 行星的一個部分 太陽 地球剛形成的時候也是重要 把地球現在圍到太陽的軌道的東西 所有都什麼 吸納到地球來 所以因為地球有這個大氣層的保護 所以你看不到坑坑洞洞 不過偶爾這個飲食 這個吸納進來的飲食如果夠大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飲食坑 那這個飲食坑以那個什麼年代越老 地球年代越老的地層裡面越容易看到 年代越新的話 這些那個什麼 飲食的撞擊的所謂飲食坑越來越少 我們基本上是可以想像的 那依照這樣一個定義下 這樣定義下目前太陽系只有八顆行星 八顆行星分別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明王星已經排除在外了 這是它的英文名稱 這是以太陽平均的距離 我們把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定為一個太陽的平均距離 所以你就再去換算其他的 對太陽的一個距離來換算 地球對太陽距離的幾分之幾 而求出這些數字來 然後可以知道它的大力的 平均的直徑是多少 那太陽跟行星 你可以看到這是太陽 然後一顆一顆的行星這樣排列出去 然後最近裡面的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接來就是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 這八顆這一列排過來 那先開始來講水星 水星是最近靠近太陽 八大行星最近太陽的一顆小行星 然後繼太陽的單位是0.39個單位 天文單位 所謂一個天文單位 剛才講到是地球到太陽的一個距離 那從冥王星降級為八大行星 最小的一顆行星 就是所謂的水星 那水星的話基本上 依照前陣的觀察 基本上都常常在什麼 早上出現 或是黃昏出現 如果在早上出現我們認為成星 那個晚上出現的話 黃昏過後就昏星 就是日落之星 那水星的表面的環境 那個水星基本上 因為它表面覆蓋了很多的雲 所以比較難探測 那不過我們知道現在的人造衛星的一個進步 基本上內地行星的 寫星球被探看的差不多了 那水星的表面環境 白天可以達到143度 晚上達到170度 所以基本上溫差是很大的 所以不適合於人基礎 以現在人類的一個基礎環境 它是不適合於人的基礎 然後水星的星體結構的話 主要它的重量 重量比地球大 所以它高達4.43克 那個Cm3磅 也就是它的密度 是大概地球的 地球的兩倍多 那水星的大氣結構 水星表面應該是沒有大氣成 因為它受到星際物質的撞擊 所以水星跟大氣 跟等星際的水氣是不一樣 因為受到太空的影響的話 太空一來很容易把金星上面的 水星上面的這些氣體整個吹掉 整個吹掉 然後後續的撞擊來了又帶來一些氣體 所以它一直在變化 一直在變化 這是水星 這是水星 這是人造衛星在對水星進行探測的情形 水星表面基本上有類似隱石撞擊的空洞 那隱石撞擊空洞引化 所謂火山 所以有人講水星還是一個 Mental或是Quasa還是相當Active的 接下來我們看金星 金星是太陽系的第二顆行星 然後基於太陽單位大概0.72個單位 然後金星繞一圈相當於地球的230天 就是說軌道水星跟地球的之間 金星的一天相當地球的230天 所以你如果說想歲數活得久的話 可以到金星去 那磁漲強度只有地球的十萬分之一 所以金星的那個磁極常常會正轉 緩轉的一個根部滿頻繁的 我們知道地球也會 不過地球這個更換的時間是相當漫長的 金星的外型的形狀它被黃色厚厚的大氣層所覆蓋 所以我們基本上到金星表面你看不到 從外面太空裡面去探採那個什麼 那金星表面是真的是很難 因為它上面有很厚的這些雲所覆蓋著 那金星的地表環境 你可以想像它表面覆蓋的這些雲 大部分就是CO2 CO2有所謂的溫室效應氣體之稱 然後溫室效應之稱 所以太陽照射來的光 它又接近比較接近太陽 所以太陽加強度光變得比較強 那強照到這個星體不被緩射 因為被緩射就被這些所謂CO2的氣體 所阻攔或是吸收掉 所以整個金星的表面 溫度會越來越高 可以達到470度C的這個溫度 所以基本上沒有人能適應這麼高的溫度 還有它那個什麼大氣壓力 我們剛剛講的它厚塵的這些氣體 這些氣體就有造成大氣壓力 那大氣壓力可以達到90大氣壓 這個氣壓很大 所以對人在上面就變成壓扁了 那金星的大氣結構裡面 2氧化碳占96% 所以它是一個2氧化碳的一個星體 整個在自轉的時候 這些氣體的運行相當的快 可是為什麼它243日才能轉1000 這是現在目前還不是很清楚的 那像夜球火星基本上已經有太空能 直接上機是踩到岩石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組成成功是什麼 可是金星基本上沒有 所以用推測的一些構造推測 一些它活動推測 基本上主要金星的地下的組成 還是橄欖石會會所謂組成細酸岩 那內部才有那個什麼重的星屬 可是金星的平靜密度是很 相對比較低的 比那個水星低 這是金星的一個外星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這些所謂的那個什麼 都是氣體 都是二氧化碳的氣體 然後這是這張圖所顯現的是 Alpha Rigid Volcano Venus的一個火山的一個情形 OK 地球 地球是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基礎的環境 這個我們在後面幾張都詳細談論到地球這個topic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skip 列過不講 然後接下來就講火星 那火星基本上火星跟地球是最相近的 所以過去有人認為火星是有人類記住的 不過現在已經因為環境的一個變化 造成它不適合人記住 所以有些人就用火星來當作一個警惕case之用 那火星的話是第四顆 然後距離太陽大概1.52的天文單位 那面積指地球的16分之1 而重量卻是地球的1分之1 它是內地行星裡面距太陽最遠的一顆行星 所以那個什麼 因為在古代的火星裡面會被稱為 銀霍的這個名字 所以稱為Mars戰神的這個成文 那火星的地形景觀基本上跟地球很像 因為過去幾年那個什麼美國NASA 已經放了一些所謂的機器人到上面去測量 各種岩石的成分 得到的成分 它表面是細酸岩為主的一個礦物 組成所謂的岩石 然後它的那個什麼表面的氣體不是很多 所以它的重量大概地球的6分之1 因為體積小 重量就比較小 那火星的地表形狀基本上最高的 我們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的 整個太陽系裡面最高的火山 是坐落在火星上面 高達27公里 然後在火星的表面上 可以看到類似很多的這些什麼 河流灌溉 河流流動的痕跡 所以過去也認為說 火星上應該有水 那現在的探測就是說 知道火星上面的水 都慢慢地轉落地下去了 那火星的表面環境的話 基本上它是跟地球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 自轉軸偏向25.9度 所以它跟地球的那個偏軸的角度差不多 地球是23.44 它是25.那個 所以它的自轉的一個速度 大概1.026 所以要過年的話還是不要到那個什麼 火星上去 那你要過一次年時間就會比較長了 那表面溫度大概-140到20度 如果都能保持到20度 就很適合人機住了 那對火星的研究基本上 我們人類對火星的好奇心 比對其他的行星好奇心大 所以火星基本上有很多的探測計畫正在進行 所以NASA那個基本上要發射無人太空船 或是用機器人取代的太空船 上到去做火星的地面的一個探勘 那心理結構的話 基本上也是以熱為中心 含有硫跟鎂的這個氫元素 所以可是它地殼所占的比例應該叫地球微小 那大氣結構基本上剛才講過 它是稀薄的大氣 所以也有90%是二氧化碳 30%是氮氣與金星是差不多的 這是火星的行算 你可以看到有類似這些變狀核的這個特徵 這個所以有人早期的這些人看這些影像 都認為火星上面應該有 有一些所謂的河流水的一個通過 那這是火星上面的石頭 基本上不是很平的 是奇奇湖 然後這些火山岩塊是金銀的分布在 這個地表上面 不是一塊一塊的交接起來 然後整個火星裡面有整個太陽氣 最大的一座火山高達27公里 那個地球上最高的火山 基本上大概9公里 就是馬拉羅瓦在夏威夷 從水深5000公尺的太平洋 屠在水面上4000公尺 所以走到9000公尺的一個地球 所以27公里比9公里真的差距滿大的 那小行星帶就是位在火星跟木星之間的 一些小行星帶 有很多的這些類似 類似所謂的行星的這些星球的一個顆粒 這些星球顆粒基本上 因為太小所以沒有把它歸在星星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近地的小行星然後火星 這小遊星是在所謂的那個木星跟火星之間 接下來是看到木星 太陽系中八大行星的第五個行星 它是密度較地球低 可是質量是比地球大300多倍 距離太陽這5.2個天文單位 那木星的外形景觀基本上有各種顏色 紅和白的那個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主要的是風向的影響 那因為吹著不同的風向 大氣中的這些不同的氣體的分布 分布就有不同的特徵 而展現出不同的一個顏色 那這是所謂的它的地形景觀 它的表面環境是很朗的 因為它距離地球比太陽更朗 更遠 更遠的結果 那個太陽的熱能較小 照到火星的表面上來 所以它的天氣會更朗 那木星的一個行星 木星最特殊的有行星環 而這行星環的話 基本上就是很小顆粒的 細酸鹽的顆粒圍繞著這個木星上面旋轉 這是木星 木星有一些 因為它是氣體 所以它有一個風暴 這個風暴 以地球的遠光 有時風暴比地球還大 那土星 土是八大行星裡面的第六顆星 這個土星是擁有最多的環的一個星球 所以相當的漂亮 那它的大小是整個太陽星面 第二大的 這是所謂土星的一個概況 那土星的地形景觀的話 基本上有土星環 那土星環 土星環基本上是由氣體 跟這些岩石碎片所組成 然後形成一個光環 相當的漂亮 那這些星環的那個 扁平的星球之間的 一個相鄰近的距離大概10% 加減10% 那土星的旁邊有一顆衛星 有一個衛星 基本上很多人懷疑它可能是有 類似人類生命存在的地方 因為它的那個環境很適合人類的一個環境 那土星的表面的一個環境的話 以前基本上沒辦法看到 土星的地表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都被這些大氣所覆蓋 我們這個青海所覆蓋 然後它溫度低於零下150度 50度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土星的星體的結構 一樣的 氫占97%一樣 我們剛才講 整個太陽系或是整個宇宙平均 是大概92點多 這邊達到97 所以土星裡面 氫氣吸來更多 那土星的行星環是 基本上是這些行星環的話 是太陽系 應該是八大行星裡面最顯著的 那由無數顆的這細微的粒子 所匯集成的 然後結大部分是有冰 這些那個 這環最大的是冰 然後這個環上到處都有空間 叫做空氣稱為卡西尼的環系 那這個環系的話 基本上一個 辨認土星的一個特徵 土星也有所謂的衛星 叫做牧羊衛星 因為它的重力 跟衛星的重力的一些平能來拉扯 來讓這些所謂的土星環 保持到穩定的一個狀態 這是土星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一層一層的一個衛星環 或者土星環 而這土星環的話 基本主成物的剛才講就是冰 天王星 大概是第七顆星 離際太陽的第七顆星 它是1781年 由英國天文家威廉赫歇爾所發現的 然後因為它已經 距離太陽相當遙遠 所以要盡聽它基本上比較難 不過它繞太陽一圈所需要的時間更長 更長 那天王星的外形景觀的話 它的那個主要是類木形星 因為它完全是由氣體所組成的 然後表面的含有藍色的氣體 所以看起來藍色的一片很漂亮 然後它表面沒有像木性一樣 含有一些所謂的那個環 沒有明星的環 天王星在觀察它表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的大紅斑 而這大紅斑會shift的主要就是一個風暴 在整個天王星表面裡面 運行 那從哈佛望遠鏡的觀察 天王星的表面也是有雲的一個結構 那天王星的表面的那個 它基本上天王星的自轉軸傾斜 地球23度左右 它這邊傾斜到98度 也就是說它的運行是變成 對著太陽這樣旋轉的 不是那個什麼 垂直太陽這樣旋轉的一個 那天王星也有一些行星環 不過沒有土星那麼寬跟那麼厚 這是天王星 這是天王星 你可以看到一圈圈的 一樣的有這些行星環存在著 而這些行星環其實很多都可以什麼 保護這個星球 OK 最後一顆 最後一顆遠離這個所謂太陽系 最後一顆叫海王星 然後它是藉由天王跟冥王星 冥王星竟然已經降低類行星 或是更加矮行星 然後是個擁有大岸斑的類目行星 就是說因為它冷卻 離太陽比較久冷卻得比較快 所以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大黑斑 基本上就是冷卻的物質 比較輕的物質 類似太陽的光子 黑子一樣 那海王星的外形形狀的話 基本上表面 北迴歸線或南迴歸線的位置 有一些所謂大紅斑 跟那個土星的這些所謂的 彈形的螺旋的形狀都大概差不多 然後它這是以16天的收集 反時間方向旋轉成有大紅斑 而這大紅斑常常是一個比較爛的東西 這個氣體觸到表面比較熱 然後慢慢溫度釋放出來變冷了 就變成一個要往內部裡面 進到內部的一個斑點 那海王星的星體結構大概 次到半徑25000公里 比天王星稍微小一點 不過密度是整個類目行星裡面最高的 我們知道類目行星的話 它密度基本上跟太陽一樣 或甚至比太陽小 可是類目行星基本上密度都比較大 然後在類目行星裡面 海王星可能冷卻得比較早 比較久的時間 或是離太陽比較遠的時間 所以冷卻比較快 所以形成了這些重的物質比較多 就是有那個什麼differentiation 分析作用把重的物質往地球 往所謂的天王星的內部集中 然後清的樸在上面 這時候就讓你的重力變得比較大 那海王星的行星環 也有一些行星環 然後不過它的行星環較薄 那海王星又既刺到1.5到2.5 刺到半徑的範圍 所以我刺療痕 這些刺療痕相當暗淡 可能是受腳碗冰放射性嚴肅的影響 這是海王星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大岸斑 這大岸斑就類似土星一樣 這些大紅斑一樣 是因為那個太陽的物質被散發到出去以後 有些冷卻的地方變成比較暗的地方 那冥王星剛才講的 冥王星應該是最後一大的行星 可是2006年以後被降級變成矮行星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Mars不夠大 這個冥王星是美國天文學家克萊德所發現的 它把它天文學家命名Pluto 那意是冥界之星 就是王了 所以被歸為主要星 可是現在歸為那個矮行星 因為它質量不夠大 那這邊剛才已經講過了 那行星的星定義的話 就是繞著太陽公轉 該天體需要足夠的力量形成一個球體 那天體可以清除軌道一切的其他的天體 那不是衛星 不是任何一個行星的附帶的衛星 那冥王星不符合所謂的第三點的要求 天體已經清除其軌道的其他天體 因為它的在冥王星的軌道的裡面 還有很多的這些所謂的 類似小遊星的這些東西散佈在裡面 散佈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就不符合那個行星的定義 所以把它降級 把它降級 叫做矮行星 那今天的課程大概上到這邊 到這邊 了 天體